现在大环境的经济不是那么好, 很多人陷入了中年危机, 那我们今天来讲讲中年危机, 以及如何去挽救自己的中年危机。 人在一生之中, 30到45岁这个年龄段非常之重要, 大概率来说, 大部分人在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, 都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产生, 所以往往这个阶段的经历, 可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一生, 如果一个人来到这个阶段, 又是猛性性, 好像未睡醒那样, 完全未开招的话, 那他们人生下半场, 大概率都会是很运劣和很艰难, 人都中年生活艰难很容易就产生中年迷惘, 中年迷惘和年少时候的迷惘完全不一样, 我们经常都说, 人不轻狂往少年, 年少的迷惘是因为世界太大, 体验太少, 选择又太多, 这个时候的迷惘, 里面有童景, 有希望, 也看到了光, 但是, 如果在中年转子时期, 被陷入了迷惘, 如果不作改变的话, 分分钟很快就陷入绝望, 人生的路漫漫, 做人是已经做了半世人了, 很多风上雪雨都见过, 也有可能经历过醉散离别, 身上也都完成了人生的各种执声, 肩膀上就背着上有脑, 下有笑的负担, 过去的选择, 和现在的认知, 和对未来的路的不清晰, 不断地搞在一起, 感觉到就好像是工地里面的水泥沙石搅拌机一样, 搞在一起, 搞来搞去, 一片混乱, 有时候, 你可能已经很明显地意识到, 自己以前的选择可能是错的, 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, 但是又深深地陷在写不得放低, 又无办法改变的矛盾之中, 这个时候你开始挣扎, 但是你觉得自己好像跌入了一个沼泽地一样, 越挣扎, 就陷得越深, 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人生变故, 可能就会变得一窍不进,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帮你一下, 大概率, 你的人生下半场就是这样了, 彻底玩越, 所以遇到中年危机, 到最后都是要自救的, 那怎样自救呢? 下面有八条准则, 每一条都可能救到你的命, 第一条, 专注赚钱, 有些人高不成低不就, 总是觉得有自己的爱好, 还有自己远大的理想, 远大的目标, 但是我告诉你, 在这个时候, 当你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, 将所有的爱好, 还有觉得可以证明自己的那种理想, 全部都掉到垃圾桶里面, 天气不要玩虚的, 一定要理真的, 钱非常聪明, 你压不到他的, 钱能够带给你尊严, 面子, 圈子, 和生活水平, 更重要的是, 钱能够带给你社会地位, 和家庭地位, 可以这样说, 大多数中年人, 甚至是老年人的焦虑, 都是因为钱不够造成的, 所以, 从现在开始, 你只有一个想法, 坚持这个想法就是, 努力赚钱, 拼命赚钱, 现在, 社会变化太快了, 你那些所谓长期目标, 可以暂时放一放, 你那些所谓理想, 可以暂时放一放, 专注去寻找, 每一次可以赚钱的机会, 到好手里面的每一件事, 昂水也好, 泪水也罢, 所有的努力, 只要能够赚钱, 都算数, 第二点, 沉默是金, 人家的事与你无关, 你的事, 又与其他人无关, 只要你的利益, 和人家的利益, 没有冲突, 你就不要去反驳任何人, 如果人家得罪你, 你亦都无必要花时间和他去解释, 他想怎样想就怎样想, 不值得理好时间, 甚至是一秒钟的时间和精力, 他和他计较, 孔子也有话, 那么君子欲立于言, 而敏于行, 是什么意思呢? 意思就是说, 君子在言语上可以表现得好外製, 慈敦, 但是在行动上一定要敏捷, 快速, 第三, 学会孤独, 人都中年了, 一定要懂得学会孤独, 并且要享受孤独, 在所有的关系里面, 可能都会随着你的认知, 不断变化而变化, 有一些原本在你身边的人, 有可能因为大家认知, 慢慢变得不一样的时候, 自然就会离你而去, 这个是自然规律, 真正能够陪你走远一生的, 其实只有你自己一个人, 如果人到中年, 还不甘寂寞, 随时已随地, 需要在其他人身上尋找形同感, 或者是存在感, 还会因为其他人对你的看法, 和说法, 而不高兴奈耗自己的时候, 那只能够说明, 你还未成长, 作为成年人, 应该要知道自己这一生, 按照自己的能力, 可以活成什么样子, 第四, 人到中年, 可能要重新学会社交, 很多时, 我们的社交都是属于无效社交, 什么意思呢? 一直来说, 我们的所谓社交很多时都是浪费时间, 根本不能够从这些社交里面使我们得到进步, 当你陷入到中年危机的时候, 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独立思考, 考虑一下, 目前你的社交圈子, 是不是仍然存在很多旧观念, 还是不是应该要学会向上社交, 意思就是说, 你应该要想办法去结构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, 可能你这些人的观念, 你从来都没听说过, 甚至可能你不认同他们的观念和思想, 但是为了要冲出一个中年危机, 现实点来说, 为了能够赚钱, 你确实是应该要停下来, 一点一滴地回顾自己过去的历史, 要学会做中年复盘, 你的过程非常之重要,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 你才是唯一一个最了解自己的人, 该做家法的时候, 你应该要报上, 那些旧观念, 旧行为, 旧思想, 影响你进步的, 就该做减法, 你就一定要将那些旧思想, 旧观念, 旧行为, 改正过来, 你一定要想清楚, 你自己的未来, 到底想要什么, 然后你就要不违离力地, 不惜一切代价, 为父之于行动, 第五, 看懂规律, 为什么曾经这么好的老友, 都会背信弃义, 为什么曾经热短的恋人, 或者是夫妻, 都有可能有多七年之样, 为什么天天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家人, 会有这么多分歧, 如果你还在那儿抖极这些这样的东西, 那便只能够说明你, 未真正理解, 还有看透这个世界, 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规律就是, 性极必须, 物极必反, 这个世界是讲循环的, 所有的好和坏都会过去, 所有的人同事, 只要是活着的, 到时时刻都会在那儿变化, 所以如果你執着于一成不变, 可能最痛苦的就是你自己, 第六, 要加强信念, 信念这一样东西, 看不见又摸不到, 但是都有力量, 因为人的行为, 都是因为有信念而去做的, 帮信念的力量越大的时候, 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越大, 第七天守诚信不走捷径,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 所有的得道都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, 捷径往往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路,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 到了中年这个年纪, 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, 可以因为不诚信而付出代价, 记住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, 做的每一件事, 都是你今后下半身的储蓄, 或者是这款, 第八, 做好精神准备面对困难, 如果要想达成一件事的话, 都有可能要经历一个, 甚至是几个困难的低谷期, 这个是天道的规律, 都是老天为那些, 经不起磨难的普通人, 而设定的关卡, 如果事情这么容易成功的话, 个个都是成功人士, 所有的事情, 从零到一, 起步的时候, 是最艰难的, 但是从一开始, 到后面的发展, 反而是简单, 当你明白了这个规律的时候, 你就掌握了人生游戏的通关秘笈, 你一定要耐得住寂寞, 拿得出真本事, 你才能够翻盘, 最后, 并你成为目光如拱, 精神脱变的成功者, 而不是那种沉沦自我内耗的所谓聪明人, 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的话, 希望你在留言区里面, 写上一,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, 也都可以在留言区里面, 写上一, 多谢